大家好我是烏秋風 又來到minecraft生物學的時間 那今天我們要介紹的是 胡蘿蔔 關於胡蘿蔔你可不知道的十件事 我們開始囉 首先第一點 我們的胡蘿蔔最容易在哪裡發現 沒錯就是村莊的農田喔 有20%的機率就會種在這個的裡面 所以你記住 村莊裡面有農田 很高的概率就是種在這裡面 胡蘿蔔沒有長大 大家可能分不太出來哪些是胡蘿蔔 這個就是胡蘿蔔啦 旁邊這個是小麥 這個是甜菜跟種子 這個是我們的馬鈴薯 第二點我們胡蘿蔔的成長 可是只分成四個階段 就是一二三四 我目前看到的這時候 不過它生長 其實分了八個階段 分別是我們的地零階 第一階 第二階 第三 第十 第五 第六 第七之後才回到地零階 被採收之後 剛種下去就是這樣子 其中有很多階段都是同樣的可視階段 對就是看起來長得一樣啦 所以你股粉撒下去 可能沒長大 實際上是有增加一階段的齁 第三點 如果你胡蘿蔔的東西南北都是種胡蘿蔔 甚至八格旁邊也種胡蘿蔔 它的成長速度會比較快齁 如果東西南北有種胡蘿蔔 比單獨只種一個胡蘿蔔 快了16.7%的成長速度啊 也就是相當於 沒快多少對 其實麥塊有一個隱藏的秘技齁 就是那個 作物要種一整排 這樣子長得比較快啦 一排種胡蘿蔔 一排種小麥 再種一排胡蘿蔔 再種一排小麥這樣子種啊 會長得比你全部都種同一種作物 長得來得快 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設計齁 第四點 我們的兔子 是會到蘿蔔田裡面偷啃胡蘿蔔的齁 不過要完全成熟的胡蘿蔔 它才會啃啊 啃完就小一 然後 對 就這樣 這個胡蘿蔔太... 這個兔子也太貪吃了吧 第五點 一開始設計出胡蘿蔔的樣式 是長這個樣子的 感覺就是一堆胡蘿蔔黏在一起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算一個還是算很多個 後來才改成這種一個一個顯示齁 全部黏在一起 也太怪了吧 第六點 剛剛講到胡蘿蔔的早期材質齁 現在講一下金胡蘿蔔的早期材質 就是有長這樣子的 後來再改成這個樣子 最後才修的跟當時的胡蘿蔔一樣齁 就只是變成金的而已嘛 對 現在的胡蘿蔔跟金胡蘿蔔 也是類似的感覺啦 欸 就只是... 空筋欸 對 形狀上沒什麼差別了 第七點 我們的金胡蘿蔔是所有食物裡面回復飽食度最多的喔 一共可以回復14.4 飽食度跟飢餓值不是同一種東西喔 飽食度是你看不到的隱藏素質 飢餓值就是我們那個...下方那個棒棒腿齁 如果你想要看到飽食度 就是要去裝模組 第八點 想要繁殖我們的馬 驢子 最便宜的 就是我們的金胡蘿蔔了 你應該不太會用金蘋果去繁殖吧 金蘋果比較貴啦 對 那個馬沒有辦法用乾草捆啦 或是小麥之類的東西去繁殖喔 雖然他可以吃蘋果糖這些東西 可是能繁殖的 就只有金胡蘿蔔和金蘋果而已 其中金胡蘿蔔又是相較起來比較便宜的食物喔 第九點 我們的金胡蘿蔔分類是在釀造裡面喔 他也是釀造這些材料 唯一可以吃的齁 金西瓜片不能吃 兔子餃也不能吃 發酵蜘蛛眼 還是不能吃啊各位 第十點 你在野外打殭屍 有沒有意外打到胡蘿蔔的經驗呢 我告訴大家 胡蘿蔔的釣落機率是 一百二十分之一 欸有馬鈴薯了欸 他跟馬鈴薯的釣落機率是一樣的喔 一百二十分之一 相當於0.83%的釣落機率 所以我會哭到炸死了 說實在來講 釣落率真的不是很高啦 不過 相信多多少少應該也有打到的經驗吧 因為 因為不太care他有沒有釣 即便他釣落機率很低喔 以上就是你可能不知道 關於胡蘿蔔的十件事了 其實我個人是蠻喜歡吃胡蘿蔔的啦 特別是還沒有跟村民交易食物之前 我是蠻早期生存 是蠻常吃胡蘿蔔的 因為他既不用合成 也不用煮 很方便喔 只要種下去採收 就可以直接吃了 不知道你喜不喜歡吃胡蘿蔔呢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 我們下次見